為什麼小朋友 等一下等一下 女駕駛跟朋友嚇壞了 好好的開車在馬路上 卻突然看見 一個比車頭高度還要矮的小朋友 搖搖晃晃穿越馬路 緊急刹車急停 太危險了吧 也太驚險了吧 他們有注意嗎 沒有 太狠了 好感動 你有看過 只見駕駛的友人 急急忙忙 衝下車一把 把小男童給抱了起來 順著他手指的方向 把他送回家 我小孩子自己 那大人也沒有注意 也很誇張 他說你怎麼處理啊 他就在意著 我馬路衝出去 嚇死我了 我不要不要車 這起幼童闖越馬路的驚魂祭 就發生在24號深夜 將近11點 當時女駕駛跟友人 行進台南市的城公路 被突然衝出來的小男童 嚇了好大一跳 誇張的是把小男童送回 位在馬路旁的旅社時 阿嬤根本不知道 小孫子偷跑出去 原來兩歲的小男童 平時跟家裡養的狗狗 阿嬤感情很好 為了追阿嬤 小男童才會跑出家門 人家來 我沒辦法 我這隻狗子出去 怕 要怕出去 要讓他出去 讓他嚇到啊 是的 阿嬤說當時因為旅社有客人 才會沒注意到小孫子偷跑出去 但放任身高比車頭高度 還要矮的小朋友 亂衝亂闖 若是發生憾事才來後悔 恐怕就來不及了 記者 賴光璋 張信穎 台南報導 阿嬤